当然在第三轮谈判之后 刚才还有一个信息是 也在为第四轮谈判做准备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另外俄罗斯国防部说 俄军从北京时间的15点开始 在乌克兰停火并开放了 多个人道主义走廊 那么这个人道主义走廊 您觉得会开放多久 另外对于乌克兰平民撤离 它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首先要说人道主义走廊 从俄乌双方来说 这是他们达成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共识 其实在涉及到 人道主义走廊设立的问题上 我们会观察到 其实在第二轮谈判就有动向 双方都认为 这是应该说现在军事行动 还在推动的过程当中 应该采取的一种方式 从俄方的角度来说 俄罗斯多次强调的是 军事行动不是为了占领乌克兰 那么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摧毁军事设施 一些重要的场所 瘫痪乌军的能力 这肯定是它的既定的目标 应该说打得也比较精准 但是与此同时 涉及到尽量减少 平民伤亡的这个问题上 其实我们是会看到 俄罗斯还是较为谨慎的 是避免造成更多平民的伤亡 造成这个无辜生命的失去的 在这样的一种道义的问题上 俄罗斯一直还是相对的 谨慎克制的 所以在设立 人道主义走廊的问题上 近期我们看到 俄罗斯也在不断地释放信息 当然设立人道主义走廊 乌方也不会把自己 置于这种道义上的挖地 但是我觉得现在看到的是 尽管双方都认为应该设 但是具体如何来设 对下一步双方之间的谈判 外交途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双方都在评估 我看到乌克兰方面 对于俄方近期的 在这个设人道主义走廊上的 一些动作 包括俄方宣布 已经这个进入 俄军的某种静默状态 这样的一种限期之后 那乌方的反应是 他对俄方 现在的这种人道主义走廊 是要把平民撤到 白俄罗斯境内 是表示不满的 乌克兰说是希望把平民 撤到乌克兰的西部 所以从如何来落实 人道主义走廊的问题上 确实看到双方 是有一些不同的考虑 当然也是为了下一步 双方之间 尤其是在谈判桌上 来这个进行讨价还价 是要做一定的 这种铺垫的作用 这种铺垫的东西 又是再见 我还要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